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磨蹭了 方明远在二十米外的地方回过头来 雨季带着不耐烦 而她的黑发盖住了右眼 看上去很是冷酷 还有一丝的交集 不知道怎的 珊娜的女人直觉告诉她 这个男人很可靠 换而言之 自己的担忧在她的面前 是可笑的 像是一层被风吹破的白纸一般 她忽然间微笑 笑得灿烂 一如正在现实世界的购物商场当中 扫货归来 她几下跑到了方明的身边 挽住她的手 说道 走吧 方明 却很有些粗暴地甩开了她的手 而她的眼神 依然是专注地在地上扫描着 口中却淡淡地说道 我有正视作 要是有心的话 可以帮我关注一下周围的异常情况 这一点 很重要 珊娜并不因为方明的举动而生气 她的那种随意吩咐的口吻 令得珊娜有了一种被当作自己人的感觉 而这个女人不知道怎样 泪水一下子就模糊了眼睛 但是她旋即用一个不经意略发的动作 将眼泪擦拭而去 她努力地保持着平静 达到 嗯 我知道了 顺着一些蛛丝马迹 追索下去的方明的表情 则是渐渐地严肃了 无论是周围折断的树木 还是周围喷洒在地上的血迹 都能显示着这场追逃的激烈程度 珊娜忽然在嗷了一声 用很专业很笃定的口气说道 这里死了一个人 方明看着那附近的绿枯险被滚碾的痕迹 一动不动地定住了几秒钟 眼神却是在不停地变换着 就像是电脑正在高速地运转着内存 而红色的指示灯还在不断地闪烁着一般 然后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 这个人还没死 至少 现在还没死 当方明说到梅子的时候 一道粗大的带着血腥色的铁链 已经飞速地击射了过来 然后在他的腰间裹了两圈 呼的一声将他直接拉了开去 与此同时 一把闪烁着寒光的短刀就在空气当中无声地刺了出来 似是毒蛇一般吻向了方明的咽喉 而这把短刃的速度丝毫不逊色于方明后退的速度 而可怕的是方明的目光当中只有那把凌空自来的匕首和空气 杀鸡横声 但是发出杀鸡的人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空气里多出了仿佛两百只苍蝇同时震动翅膀的声音 而屠夫身体周围立即冒出了大团的紫黑色的烟雾 而这就是他发动了腐烂技能的凶兆了 五米范围内 所有的生物都会受到每秒三十点的伤害 一道黑色的瘦小的身影 轻微的深夜了一声 从空气里徐徐现身影 而他的身体正被那紫黑色的毒气不停的侵蚀着 而右手正握在了那把冷酷恶毒的短刀柄上 垂在身边的左手却还按在了腰间的刀销上 可是就在他发出呻吟的瞬间 那把明明是弃而不舍的指向方明咽喉的短刀 却忠然间失去了目标了 黑影的这个隐身技能乃是从三国战技当中学来的 效果呢 类似于使用了A级道具鱼里一 但是因为他这个技能等级并不高的关系 在隐身的过程当中 只要受到了伤害或者发动了攻击就会现身 与其他的隐身技能相比啊 优势是冷却时间短 使用的限制更少 扑夫一把将方明抱进了怀里 同时半侧过的肥状身体 用了背部影响了那把恶毒锋利的短刀 他庞大的身躯和厚实的脂肪 是最为可靠的盾牌 可恨的是 黄衣肥男的行动迟缓落在了十余米开外 根本跟不上两个人的动作 否则凭借他的各种技能 都可以起到相当强劲的组织作用的 但是 那个瘦小的身影 却重然间抽出了左腰上刀鞘当中的武器 那是一把锐利的长刀 接着 他的身体充实不减 紧接着疯狂地旋转了起来 可以清晰地看到 他的身体周围旋转出了一片残酷而美丽的光滑 就像是花 A级技能旋转刀轮 仅能由名将世界剧情主角木乃伊身上获得 每秒给敌人造成50加上武器伤害乘以2的效果 持续5秒钟 刀客轻而易举地切割进了屠夫那紫黑色坚韧的皮肤当中 带出了暗黄色的脂肪抛面 而乌黑的鲜血喷射了出来 又被急速卷动的刀刃给击撒了出去 落在了绿色的叶片上 转眼间就冒出了阵阵的黑烟 而屠夫痛苦地嚎叫着 鬼力的刀轮就在他的肉体上割出了一条深长的窗口 并且穿透了过去 毫无阻隔地割向着被藏在了这一具肥瘦躯体下的方林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那个黑色的瘦小身影忽然间发觉 需要切割的肉体变厚了 而那个本来紫黑色的皮肤 却隐隐地泛出了一丝血色 甚至屠夫那可怕的痛苦咆哮的分贝 也提升了整整三分之一 方林此时 已经将强力磨灭术的加成效果 用到了屠夫的身上 疯狂 所有的属性连同移动速度 都提升了百分之三十的疯狂 更为可怕的是 方林给屠夫加上状态的时机 拿捏之巧之准 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 恰好就是那个黑色瘦小身影 割入着肥瘦躯体一半的时候 正是他进退两难的致命关头 退则前功尽弃 并且对于一个敏捷暗杀者来说 一击不中则意味着失败 失败或者就等于是死亡 禁则风险提升 但是回报也大 起码生存的机会会大上那么一点点 无论进或者退 都像是在赌博 一种考验式的赌博 对自己的信心与实力的挑战 而这一种就是生存积虑的选择 黑色瘦小的身影 显然是一个有着强烈信心的赌徒了 他选择了 禁 他赌自己能够对付得了眼前的这个巨大怪物 而事实上 他胜利了 屠夫的巨大肥瘦的身体上 多出了一条惨烈的横切面的伤口 这个技能重创了屠夫整整两千七百二十四点体力值 其威力之强悍就可见一斑了 但是与此同时 一道黑色的骷髅头虚影也击中了他 惊不束 方明的身影 轻轻的从痛苦挣扎的屠夫的身体下 闪现了出来 他轻声说道 世界上能够从赌博当中获得利益 从来都不是赌徒 而是庄家 主持赌局的老板 这是 黑色瘦小身影身上白光一闪 竟是在瞬间摆脱了金布树的束缚状态 他这身上竟然有着能够瞬间解除限制状态的装备 或者是道具 或者是技能 方明 面无表情 在那领锐利的短刀划破自己胸前衣物的刹那间 他直接发动了强力磨魅术 记忆碎片吸取失败 强力磨魅术转化为精神冲击 失数者精神力六十 瘦术者精神力五十 精神冲击使受数者遭受到五十点伤害 并且陷入近两秒的眩阴状态 强力磨魅术转化为精神冲击 这他妈是什么变异技能 卧槽 你这个变态 面接特长者为什么精神力居然高达五十 方明和黑色瘦小身影 一同在心中疯狂的咒骂着对方 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发出声音 方明是觉得没有必要做出这等毫无价值的事情来 而黑色瘦小身影 则是先陷入近的眩阴状态骂不出来 接着是没有空闲的时间出声了 两秒钟的时间 其实十分的短暂 不过就是眨两次眼睛 或者是缓慢的呼吸一次而已 但是 方明就在这两秒钟之内只做了两件事 他首先开启了顽固技能 然后直接将银色巨型武器 死死抵住了黑色瘦小身影的大腿 然后抠动扳机 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远程防护道具 那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 结果就是 银色的子弹穿透了大腿的皮肤 以每秒700米的出速度 撕开了血肉 直接撞击上了坚硬的腿骨 方明之所以不使用倒数子弹 那是因为随后迟滞的至少0.4秒的时间 实在是很可能会导致其死亡的 黑色瘦小的身影 脸色苍白了一下 但是他在恢复行动力的第一时间 就举起手中的短刀 直死向了方明的心脏 这一刀 忍痛寒奋而发 尽管 在方明身前10厘米的地方 仿佛遇到了什么组织的东西之后 被无情挡住了 但是 他马上又将第二刀给刺将过来 方明面前的空气当中 发出了一声破碎的轻响 顽固技能高达2500点伤害值的吸收功能 竟然被他两刀刺破 双刀齐处 一刀刺咽喉 一刀刺心脏 那是双杀之势 但是 在与此同时 方明依然是面不改色 再发一枪 依然是打在了黑色瘦小身影的大腿伤口上 而已经挪出三米的屠夫 这时候又甩出了一截肉钩 在双刀刺到方明身上的时候 又刻不容缓地将主人在死神的边缘拖了回来 但是这一次方明的胸腹也被割出了两道长长的血口 看起来十分的惨烈 在被肉钩拖拽高速移动的过程当中 方明再次抠动了扳机 这一次倒数子弹的特效发动了 一道蓝色的光芒射出 打的却并不是黑色瘦小身影大腿伤的伤口 其目标直直脚踝 毫无意外的 冰冻子弹被黑色瘦小身影的远程防护道具给挡了下来 可是其周围五米的地面上也起了一层淡蓝色的薄冰了 冰冻效果 范围内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下降百分之二十 同时 重伤的屠夫的身体上再次冒出了紫黑色的毒气 腐烂技能发动的同时 它挡在了方明的身前 冰冻效果 加上屠夫的腐烂减速效果 累计起来的效果 已经将敌人的速度整整降低了百分之四十 黑色瘦小身影 就算是敏捷再高 行动速度再迅速 也无法阻止全力奔跑的方明 迅速的将两者之间的距离拉开 而黄医肥男 这时候也已经迅速的包抄了过来 可是 黑色瘦小身影 眼见得追不上 忽然间双手合十 笔直的在原地旋转 烟雾泥漫当中 身体分出了三个诡异的分身 其中的一个分身 竟然诡异的出现在了 方明奔跑必经之路的前方了 真是魂世界 加尔福特的绝技 影 这时候 方明端的是进退两难了 若即 前方的影子是真身 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若是退 黑色瘦小身影移动速度也是极为惊人的 纵然被缓速了百分之四十 后面的那个影子也只是距离自己不到六米而已 这短暂的距离下决策的失误就注定了生或者死 但是 这时候 鞋子里却有一道窈窕的身影 迅速的飞扑而至 在旁边的树上一借力 由上至下 嗚的一声尖叫 头下脚上的 一把捏住了挡在方明身前那个人的双肩 直接将其抓起 凌空被摔了出去 那动作呀 飘逸若行云流水一般 丝毫不带着半丝的质色 这道身影竟然是山那 这个婆娘竟然会 揭霸世界当中 西班牙人巴洛克的A级技能 凌空倒摔机 只是 这一击 却未能完成 其威力究竟如何 方明也根本是无从得知 被山那抓住的那条身影 在即将着地之前 骤然消失 淡去了 化作了一支 引线被点燃的炸弹 然后 轰然一声爆炸了开来 雷火轰鸣当中 就将山那生生的炸飞了开去 方明这时候在心中 暗骂了几句 脚下却是不停 丝毫不顾及炸弹的威力 直接一个前扑翻滚 就从尚未散尽的烟火当中 穿越了过去 身上尽管被火辣辣的灼伤了 可是 他的心中 却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这后期的敏捷特长者 若是论单挑暗杀 当真是一等一的强劲 自己若不是身上的装备技能 极其的强悍的话 乃至心机谋划也属于变态一己 只怕早就被他给杀了 拉开距离以后 方明先反身一枪 再次打出了一颗兵属性的倒数子弹 这一枪并没有瞄准敌人 是以对方的高敏捷高闪避 两人之间的距离也拖出了七八米之远 要指望子弹打到他 这实在是一种失望 所以又是直接打中地面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感谢观看